这棵属于是没有剪过的 很多朋友说像这种树的话 怎么样去想鸡条 因为鸡条很多 密密麻麻 像上面底下的话 这20公分左右 有很多的一些毛鸡 里面的一脊 全部我们都摘掉了 几乎就是剩下来 就是鸡条 然后的话顶端 如果说我们不想让它再高了 可以用雨线给它压下来 压成一个平面的塔 甚至要压也可以剪掉它 还有一些鸡条很长的 很多的这种鸡条我们怎么样选 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讲解一下 这个鸡条怎么样去选 我们从上面开始看 这两个的话都是一边一个 这两个的话我们可以撩 撩了以后剩铝线 让它变成这个塔形 然后我们可以凑开来 好比如现在鸡根 鸡根跟鸡根的话 是一个是重比起来的 可以看到吧 鸡根跟鸡根 这两根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去掉鸡根 好比如现在鸡根的话 我们把它去掉 去掉的话 还剩下鸡根跟鸡根 这边的话等于是没有 这边的话我们是等于是撤开 还有上面的话 我们好比如现在鸡根跟鸡根的话 是连起来的 基本上是重彩的 这个也不要 说实上的话我们就这样子去显开 这是撤开的鸡条 像鸡根一样 鸡根跟上面鸡根的话 基本上是重彩的 重彩我们再给它剪掉 剪掉也是重开的鸡条 然后的话基本上每一塔的话都是鸟的两个鸡条 就是这样撤开 待会的话 好比如现在我们这两根 这两根已经靠得太近 如果说我们上面撩了 上面很想撩的话 中间这两根我们也都不要 你靠太近了 靠太近 只要撩上面鸡条 我们上面这一塔全部剪完了 这上面的话 我们就撩 好比如现在鸡根跟鸡根是重彩的 我们要剪掉一些 重彩的鸡条把它剪掉 鸡边的话是没有的话可以撩 上面这四个鸡条 我们可以撩两个之外 好比如现在鸡根的话 鸡根的话这个可以撩 这个可以撩 然后上面鸡根的话我们可以去掉 因为离得太近了 这就是变成上面的话是变成四根鸡条 因为有距离嘛 如果说鸡根跟鸡根的话 靠太近的话我们可以去掉鸡根 鸡根的话重彩了 把它去掉 顶端的话 顶端的话我们 可以把鸡根鸡条 上面顶端鸡根鸡条弯下来 拿铝线弯 顶端鸡根鸡条的话是很急 我们急的话给它弯下来 弯下来的话就是用鸡线给它固定弯 先不用去剪它 就给它用一个鸡线 给它直接打压下来 这是控制它的一个生长高度 因为你不剪它的话 它不停的给它往生长 所以上的话我们给它压平 像上面的平面积一样 给它往下压了 它就它就不会在生长上去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平面的塔 可以往这边靠 这样子的话它只能往平面的生长 现在我们写了这些鸡条的话 我们都可以给它做成 好比如现在我们与上面大 上面大上面小的一个形态 上面的话都是上面的话 上面是用鸡线来给它烧边 做成我们写想要的造型 顶端的话就是这样子烧了 以后的话从旁边用个鸡线 给它圈起来 圈成一个平面塔 每一个塔的话就是撤开来的 就是这样子 可以看现在的话这个鸡条的话 有些很长有些很短不平衡 我们也要用鸡线来给它定位 使用了鸡条以后 我们就开始给鸡条做为一个捆绑 一个定位 像这种鸡条的话 如果说我们没有定位的话就是 它一直生长出来 我们就用鸡线给它寻鸡 做到尾端 做为一个定位 然后的话 做造型给它打弯 这样子 变成一个有弯形有幅度的 看到吧 然后的话 锡边狗的鸡头同样一样 员